替代役部分說這個要延長到三到五天 什麼樣的訓練會在這兩天 然後另外是說有這個40萬的名利的部分 那如果替代役佔了大概26萬 那其他13萬的名利哪裡來 我們現在所統計出來的名利大概橫跨 疫情易消 還有其他我們包括的很多民間團體 也都算在內 因為在全社會防衛任性裡面 有一大部分就是處理大規模的救災 那有關替代役的訓練要延長 變成說是屬於這個比較專業訓練的部分 比較著重的地方也是分成是屬於這個 災害防救或者是這個治安維護這兩組 那災害防救大家都知道 災害防救還有災害防救 應該有的像EMT這種緊急救護的計畫 那治安維護的部分也是一樣 譬如說無人機的訓練 都會放在我們的替代役的訓練項目裡面 那裡面有說就是有包含這個公務人員 所以這個40萬的話 是不是會包含了這個公務人員都要進去 那有沒有需要做訓練 你現在說的部分應該是這樣子 在我們民防法裡面有一個 是屬於叫做這個防護團 那民防法的防護團的話 包括我們在救災體制裡面 這個縣市政府跟鄉鎮公所裡面 那目前為止我們在中央的這個災救系統裡面 他們就是屬於這個系統裡面 那只是說未來要再加強 我們在橫向跟這個垂直的整合 那絲滅不下 當然 從你好 你最後我想